國軍戰鬥背心安全性備受之一 國防部公開實彈射擊測試 要確認這件戰鬥背心防彈程度沒有問題 把抗彈板固定在和人體密度相同的油泥墻上 7.62公里浦東彈射試 第一發確認著彈點 確定戰鬥背心上的抗彈板沒被打穿 之後進行第二到第六發子彈 六發子彈都能擋下 但抗彈板是否安全 現在民進黨立委點出 抗彈板不在於驗收標準和測試流程 而是在標準本身 王定宇指出 美國軍方在1990年和2005年 訂出軍方採購抗彈板的主要標準 國軍為什麼不採用 包含測試子彈也應該一併檢討 這一格的標準幾乎是這個的頂標四級 反過來講也就是這個不足以在戰場上保護國軍弟兄姊妹的性命安全 他會被打會被打穿 你驗收沒有問題 合格但不代表合用 共軍已經用5.8厘米這麼多年了 我們為什麼還在拿老舊的7.56的來做測試 不合時宜的標準 本身就是一個問題 國防部回應軍備局第二零武場在111年5月起研發新一代抗彈板 將參考美軍一撒比規範 立委喊話國防部應當正式問題 別讓第一線保衛國家的官兵 生命安全受到威脅 三立熊過世文嘛